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这道题就是 规病排序的核心操作 规病的最少和最多次数 那么两个有序表 都有N个元素 问你最少比较和最多比较 最少比较是不是很简单 他们只要 我们先假设一下两个表 一个叫表A 一个叫表B 他们都有N个元素 那么最少情况是不是 直接A加B这么 直接排列就是最终情况 也就是说 A排列到最后一个最大值 也比B的最小值小的情况 这样的情况是不是 A的每一个元素 都和B的第一个元素 进行了比较 比较完了之后 是不是就变成了现在这样 那么它进行了多少次比较 是不是N次 因为A一共就有N个元素 他们每一个都和B的 第一个元素比了 是不是比较的一共N次 OK 我们来看一下最多比较次数 最多比较次数 是不是就是 A有这么多个元素 在最后一个之前的所有 他们都和B的第一个比较 然后在这里 插入了一整个B 我们想一下 为什么是这样 如果说 不是在最后一个之前的话 你在中间插入一整个B的话 是不是前面的这一部分 和B的第一个进行了比较 而B全部插入来之后 后面这些是不是都不用比较了 这是不是减少了比较次数量 和最大值相比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在另一种情况 如果你在这里插入了 不是一整个B的话 是不是 B有剩余部分是直接进入的 也减少了比较次数 OK 所以我们的最大比较次数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样的情况如何计算 前面是不是有N减一个元素 这N减一个元素 是不是都和B的第一个元素 进行了比较 是不是一共比较了N减一次 然后插入B 插入B是如何插入的 是不是 B的每一个元素 都和A的最后一个元素 进行了比较 比较了多少次 是不是N次 那么一共是不是2N减一次 就是一个B选项 之前最少的比较次数 是不是N 这条题还可以扩展一下 怎么扩展 当成一个填空题 并且两个有序表 一个有M个元素 一个有N个元素 它们的长度不等 并且我们规定一下 M是小与N的 那么我们如何得到 最少比较次数和最多比较次数 对于最少比较次数而言 这时候情况发生了改变 并不是A加B和B加A 是相等的了 是不是 将元素个数 比较少的放在前面 多的放在后面 你的比较次数就能少一些 你的比较次数就等于 总体元素个数少的这一个 也就是说在这里面 它的最少比较次数是M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最多比较次数 最多比较次数和刚才的分析法 完全相同 只不过这两个地方 是不是一个要是M 一个要是N了呀 那么这里是不是无所谓 因为你这里是N-1 下面是M 还是上面是M-1 下面是N 加起来都没有区别 都是N加M-1个呀 好的 这就是扩展的一个情况 都没有区别人的对象 好 不过